王思佳近日遭爆假暴风波 后续他开直播并晒出代沟的证明 在直播中却一度假到落泪 对此陈怡则在社群发文表示 你们没看到王思佳跑到设计师的IG直播留言乱呛 还把对方骂到哭的画面吗 而且他开直播哭哭 依然是各种狡辩 死不认错 说自己没有力炫富的人设 那他频道里一系列宣布影片是怎么回事 说有钱人的世界穷人不懂怎么回事 甚至还把假货推给朋友送的 毕竟上唐老师的节目都说是自己买的 随后诚意也提到 有网友说到王思佳去验的那个是珍宝 要不要跟他道歉 他则说到送验的是2022年生残的 但他那个米白迷你凯莉 早在2021年就出现在他的好几个影片当中了 很大的可能是连送验都是在说谎 最后直呼自己确实不该再打他 有什么假货了 应该问他有什么是真的 电窟都是假的